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以为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没想到她的心机 不是一般人能够揣测到的 她知道自己不久于世 发现婆婆的表妹常常带着女儿乔连房来走动 而且乔连房对侯爷也是一片深情 她就猜到 如果自己死了 那么婆婆就会让徐令义去乔连房做祭事 如果乔连房做了祭事 那么徐家便不会再帮助罗家 而自己的儿子也可能地位不保 所以她必须想办法除了乔连房 其实要想让徐家不娶乔连房 她有的是办法 但是她还有更多的目的 于是她费心设计了一个局 首先她借着放纸冤的机会把乔连房支走 然后又让小丫鬟把乔连房的衣服弄湿 乔连房只好听从丫鬟的话 去内饰轰干衣服 结果衣衫不整之时 她就撞见了王爷 而这个时候呢 元娘正巧带着十一娘撞个正着 拿住了乔连房把柄的元娘 给了乔连房两条路 要么嫁入侯府为妾 要么她就把这件事情公开 乔连房毕竟是真的爱徐令仪 最后同意了嫁入侯府为妾 元娘能够设计乔连房 最主要的还是拿住了她的心思 知道她喜欢侯爷 不仅会不顾体统地去内饰 也会同意做妾 元娘也笃定侯爷一定会接受 因为她孝顺 也不在乎多娶一个妾 元娘有这样的手段 为什么还要让乔连房来做妾呢 要知道乔连房做妾 将来对记事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啊 如果她真的为妹妹们着想 绝对不会留给她们这样一个麻烦 显然元娘这样做 还是在算计十一娘 其实不管是二娘还是十一娘 都是庶女 将来都有可能脱离罗家的掌控 尤其是大太太的掌控 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知否中的名栏 她嫁得好 虽然在娘家地位就高 很容易就不会被王大娘子所掌控 正因为如此 康姨妈才会想办法给明兰找不痛快 所以 乔连房这个贵妾 其实是给十一娘留的 以十一娘的能力 即便在聪慧 恐怕也难以招架乔连房 所以元娘逼着乔连房嫁过来 就是想要看着十一娘 与乔连房相互争斗 要想赢过乔连房 十一娘就必须仰仗娘家 这样一来 十一娘就能够在罗家大太太的掌控之重了 不得不说 元娘这一开局就给我们展现了高段位的争斗啊 想必后面的剧情会更加精彩 谭松韵饰演的十一娘也不傻 她很快就猜出了元娘的意图 但这却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所以后面她如何嫁入侯府 又如何跟徐另一写手共同书写人生传奇的 还有带我们继续追剧 总体来说 作为一部古装婚姻剧 剧情还是十分精彩的 人物塑造的也十分形象 谭松韵演技自然流畅 钟翰良依然帅气如初 两个戏外年龄差 虽然有点大 但是戏里却CP感十足 然后再次复制造的